终于介绍过袋子了,这是一个两用的袋款 完完全全可以两用,因为它既可以做背囊 真的有两条袋子的背囊款 或者做一个单边的水桶袋款 完完全全的两用款 可以先看它的细节 这个造工都很实正,你看到五金配件真的粗 而车工都是很实正的配搭 整个组合都是很巩固 效果很巩固的状态 两颗颜色,拿着这个是黑色 用的是银灰色,我觉得银灰色是挺特别的 因为它这一颗是尼龙鸟 所以它是带一点点亮身 灰色撞了一点点亮身 就变成了银灰色的状态 我觉得是比较特别的 这个也是一个很阔的底部 它有一点厚度的 就是有一点厚度的 就是有一点厚度的 但是就未去到很硬的那种 是的,未去到很硬的那种 你看到都是有一些摺得到的 但是它有个底部在这里 扣起的状态 但是都是软软地身的 有些放尘袋 那那个底部就没有分拆的 是的,不是有一块可以拿出来的 那这个先看了个耐笼 那有两边的电话格 带着自己的 那就有个拉链格 那这个款呢 它有三条带的 三条带的定义呢 就是两条背囊带 一条肩膊带 是两种不同的质地 那这个呢 是仿皮 但是它的纹路 造工质地都很好 是的,很软身 一点都不硬斑斑 纹理也是做得很漂亮 底面都有 是的,很柔软的一个触感 那这个是单边薄位 那这个就一个长度的 另外两条就是 背囊带 是的,背囊带呢 就有得教 长度的 背囊带就有得教长度的 那自己教 就 适合自己的位置 就OK的了 那所以这个袋呢 是有三条带 跟着的 那这个呢 就是一个尼龙的质地 黑色 那它左右两边呢 那就有一个 摄摆水瓶的格数 是的,那这里都是有 少少厚度的 是的,就不是完全平的底 是的,有少少厚度的 那你会见到一些车工啊 都是很实际的 这五金配件都是很漂亮的 那可以放一个小的水瓶 或者放纸巾的 那另外前面的位置呢 亦都有些很实用的格数 是的,那这个也是有些厚度的 这个就是Pack的 是的,那再Fashion一点的 款式 那这个是索改款来的 那如果你说 就是改了做背囊的 那可能索紧之余呢 那可能自己就习惯了 拍个磁石 是的,那如果做背囊的 那就打个裂 那如果做背囊的 那就打个裂 那绝对没问题 还有呢,这个的带位呢 这一条的带位呢 是跟这个是相同的 都是柔软度很高的质地 连锁带扣也是 很柔软的 很舒服的一个触感 是的,那这个也是安全的 就是你只要索打了个裂就稳定一点的 安心一点的 那可以看到后面这个 设计就是一个三角位 是的,这两个呢 就是做背囊的 各自一边的带的造工 那是一个很阔身的底部 那内层呢 可以给大家看多一次 它那个 都是很厚实的 也都有里布 是的,很厚实的一个质地 那当然这个是薄身软身的袋来的 但是它的质地 都是不会说薄痴痴很单薄的那种 那,两个色 是的,我觉得我现在用这个长度 都OK舒服 就是我自己就 就是不是喜欢这么 就是喜欢 就是轻松一点的 这个长度我自己就 就是我自己是学款 这个没什么所谓的 你真的喜欢就 就交长一点 喜欢就缩短一点 是的,那就是一个两用的袋款 如果做单边 shoulder 款就做一个水通袋这样的效果 背囊也是做回 就是背囊的功用 那就是两者间 它都是 款式上都是可以配衬到 切合到不同的需要 是的,那这个都是一个 多实用到CP值很高的一个 款式 硬直也好 是的,硬直也好 我自己是推介这个银灰色的 我觉得比较特别一点 是的,好像我现在这样 配粉红色的style 或者一些sweet一点的颜色 都是配衬得到的 是的,不需要担心 非常推荐,很实用 直接来拍照 希望大家可以不要 但是一个内容 我们准备 那个一下 一个箱的 其实太多了 可是我就是 那个 我可能就是 我的